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答应我的 可别忘了 当然 怎么这些道士都被杀了 秦虚道长在哪儿啊 秦虚道长 秦虚道长 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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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我叫花千谷 一朝清虚道长的教诲 年满十六岁来蜀山拜师学道 道长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清虚道长呢 贫道就是清虚 清虚道长 您就是清虚道长啊 道长 我是花千谷 我 我是小谷啊 你还记得我吗 你 你是小谷 好 来 小谷 你好好地听着 你现在赶紧赶到长流 好 告诉白子华 涮天恋被夺之事 要他们务必小心 道长 您撑住 我去找人救您 小谷 来不及了 小谷啊 我 我这儿有一片公寓 你拿着它 就是蜀山掌门 这 这 不行啊 道长 这怎么可以啊 小谷 蜀山上下 就你一个人了 难道让道长我求你吗 不 道长 我 我 我收下 好 好 等时候到了 把他传给我 大弟子 云翼 告诉他杀我之人 乃是云翼 他背叛了蜀山 投靠了七沙派 我知道了 道长 小谷啊 这是六界全书 还有蜀山剑谱 你好好保管 且不可遗失 小谷 道长 你去吧 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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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让我找到了 原来六界全书在这里 你是谁 你是谁 小姑娘 我真的要谢谢你啊 拿来 难道你没听清我说话吗 看你能跑多远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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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书给我 我不会给你的 除非你杀了我 我当然要杀了你 只是我不想把书弄脏 你还是乖乖地主动把书交出来 你是民意 是的 你现在应该死而瞑目了吧 啊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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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怎么那么熟悉啊 放开我 没有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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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天练果然是上武神器 威力无比呀 等我们集齐了十方神器 那整个天下也尽在我们之手 当然 众弟子听令 是 守住上山各个入口 连一只苍蝇也别给我放进来 是 到 望远天回去禀报圣君 看他要如何处置 是 护法 待会我打出一个缺口 你立刻出去 运剑成盾 连神仙也逃不出双天练 这白子画不自量力 怎么双天练越收越紧了 双天练会慢慢地收紧 我越运工 他会收紧得越快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 害得 你也不能出去了 大侠 你认识白子画上仙吗 我就是 原来你就是长流上仙啊 上仙 继续到掌灵中之前 让我一定要转告你 云翼背叛师门 勾结七杀 还夺走了拴天练 我都看到了 既然上面出不去 我就在地上挖一条地道 说不定能通出去 奇怪 为什么刚才我的内力 比之前弱了 双仙 你再等一下 我们明天就可以出去了 哎呀 哎呀 手动啊 我真的是又累又饿啊 尚仙 你有包子吗 没有 哦 突然想吃包子 尚仙 如果我们死在这里 有可能 我们就是彼此 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了 其实 我什么牵挂也没有 我的爹娘为我而死 本来想着去蜀山 找清虚道长 一些就能好起来了 可是没想到 清虚道长也死了 现在 海连累上仙泥 也被困在这里 有时候 我特别疑惑 像我这样 总是给身边的人 带来不幸的人 却仍然想要努力地活着 你们有朋友啊 有啊 在这世上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叫莫冰 可是 可是我现在竟然 我竟然连他长什么样子 我都记不清了 我是不是很过分啊 如果被他知道 他肯定会很生气吧 历刃弟子接远闯门前 下山历练 历练完毕 不会被任何人所起的 为何他只是忘了我的笑容 却还能记得我 来 各主 他到哪里了 他和白子化 陷阵被困在 拴天炼中 拴天炼 拴天炼乃尚不神器 善春秋等人 已将蜀山重重包围 属下担心 他们会被困死在里面 如果白子化 死在拴天炼里 那这算是便宜了他 但是 放心 有那个人在 他不会死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还没玩够呢 莫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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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 触碰到他 我的内力便会自行流失 是 看来 今天要是冲不出去 就会困死在这里 你做好准备 我们只能硬闯了 白子化又想硬闯 只要再过几个时辰 拴天炼 能将白子化锁死 尸骨无存 尸鲜 尸鲜 我现在只身一人了两无牵挂 你别管我了 你先走吧 来不及了 快坐好 快 快起来 顺天灵运树也警告 尸鲜 我怎么办呀 怎么办 快到洞里躲起来 快 快 白子化 这回你死定了 想不到我握了这个洞 还拍上了用场 可是这洞口封住又怎么办呀 想不到我的血 不仅能让花草枯萎 还能解开这山天炼 我先送你上去 你马上离来 你让他跑了 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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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阿妹 救命啊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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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躲双天练 自我了断吧 别逼我出手 自我了断 你灭了蜀山漫门 自我谢罪的话 我可以饶你七沙殿 一个人不死 白字化 你自负天下第一那又如何 我山淳秋偏不信这个邪 大不了 我们通关于箭 ly fen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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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白子华许久不见 没想到你也有大开杀戒的一天 他们杀了清虚道长 灭了蜀山满门 死不足信 他说的是真的 圣君 你真的杀了清虚 圣君 不是我杀的 是云翼 圣君 饶命 白子华 我今天把双天恋交给你 这笔账我们就一笔勾销 蜀山上百人的性命 就这么算了 那你想怎么样 把善春秋还有云翼给交出来 云翼爱怎么样我不管 但善春秋的命 是我的 除了我 任何人都别想动他 这样尝你的命够不够 杀了他 你该满意了吧 住手 杀千墨 难道在你的眼中 你手下的命运 就那么死不足惜吗 把双天恋还给他 圣君 这 你以为我真的不会杀了你吗 一旨 杀千墨 关好你的手下 否则这么些一战 在所难免 别怪我到时 踏平你的七砂殿 哼 好 我等着 肚子好饿呀 少仙 你回来啦 东西拿到了吗 拿到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 可是我现在肚子好饿 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走吧 等一下 少仙能弄我 站稳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太神奇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天上飞 抓稳了 怎么回事 每次他碰到我的时候 那里都会自行无事 属下之错 请圣君责罚 你说 你错在哪儿了 我 我没有把神器抢回来 你错 是因为你杀了清虚 是因为你去抢神器 你 圣君 神器失踪散落在 各门各派已有多年 属下 看圣君修炼精进 想要将神器集合 释放洪荒之力 为圣君 添虎意 一统天下 你就这么小瞧我 我告诉你 我用不着什么洪荒之力 只要我想 不用任何人帮忙 也能一统天下 现在 虽然长流力量不如我们 但白子化的法力 不容小觑 我们想要征服长流 恐怕首先要铲除的 必依然是白子化 这个绊脚石 属下虽抗命 但是所作所为 无一不是为了圣君 无一不是为了圣君的千秋八夜 够了 你们一个个总有一堆的破道理 我再一次地告诉你 我爱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用不着你们操心 我现在没有心情 去管这些事情 如果你再给我惹事的话 当心我要了你的命 圣君 这些事情 圣君无需操心 如果相信属下的话 一切交给属下去办 我就是相信你 才把所有的大权都交给你 但是我说了 不许擅自行动 如果你再敢违抗命令 就算白子化不杀你 我一定会将你五马分尸 滚 是 属下遵命 来 双心 你回来了 你快点吃点东西吧 这里的烧饼很好吃的 我不饿 这是留给你路上吃的 给我的 这饭菜的钱 我已经替你接过账了 我还有要事 先走一步 路上仙 怎么了 上仙 小谷有一事相求 说 请求上仙 说小谷为长流弟子 为什么想上长流 因为 总之找这个人不难 你去长流便是 长流对弟子的资质要求极高 你达不到标准 少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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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收留我吧 我没地方可去了 长流有长流的规矩 长流每五年招收一次新弟子 下一次是三年后 如果你通过考核的话 就可以入山 还有 蜀山的事情 我会帮你传达下去 让所有外门弟子 全部回蜀山 让蜀山重长 你不用担心了 不管等多久 我都会等下去的 我一定会靠近长流的 好 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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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尊上 尊上 各门派已在大殿等候多时了 好 别来无恙啊 这个哀前刀的沙千墨 简直是太猖恐了 他竟敢屠了蜀山 夺取了孙天烈 沙千墨此举 乃是要逐一灭掉各大门派 是啊 自从沙千墨当上了七沙派圣军之后 长着法力高强逐步扩张 如今看来 神器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若沙千墨此举的目的是神器的话 那守护神器的各大门派 定要永无宁日了 万不得已之时 我们就只能先发制人了 这派别大战 并非是万全之策 今日召集各派来 是要商讨一下 如何归制神器的下落 一切听从尊上安排 那不知尊上 打算如何重新归制神器 事关重大 等我做了决定之后 会单独通知各门派 无论是否负责保护神器 请各门派掌门 都要保守这个秘密 如此看来 有些门派注定要失去神器咯 是啊 这神器我们已经守护了上千年 早已视为是各派的振派之宝 若真是这样 你掌门 是才掌门师弟已经说了 此事关系重大 如我们商议之后再做决断 各位掌门觉得如何 怎么这样 不同意不同意 这怎么想呢 各门派如此不团结 看来要另做打算了 师弟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万一有个好歹 我自有分寸 不过师兄呢 已经把双天恋夺回来了 还不算太丢脸 你 那你打算如何安置双天恋呢 等我将双天恋重新复印之后 我就会将它交给 适合守护它的门派 你真的 要把保护神器的责任 斗揽到自己身上吗 是啊 紫华 若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神器的下落 恐怕以后七沙殿的人 都会冲着你一个人来了 看今天的形势 肯定不能与各门派联手保护神器了 沙千墨的功力和师兄旗鼓相当 我就怕一旦七沙来攻 咱们未必有必胜的把握 我要尽快冲破石冲天 这样才能和沙千墨抗衡 可是你也知道修炼天地人和 第十重天 凶险无比 绝对不能在这样的时候 冒这样的险啊 师兄 此事无需在意了 子华 笑 你还笑什么 你不帮我好好劝劝他 师兄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 一旦他做了决定 谁也改变不了 来 姑娘 终于等到你了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知道你要去蜀山啊 所以我在这必经之路上等你 我已经在这儿两天一夜了 终于把你等到了 等我 你究竟想干吗 小生还不知道姑娘姓氏名谁 家住在何处呢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原来姑娘是个孤女啊 这身世也真够坎坷的 这位公子啊我跟你说啊 我天生命不好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否则你会得大霉的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贪生怕死呢 我既然毁了姑娘的清白 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不用了不用了 你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吧 这怎么能行呢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我既然什么都看见了 怎么能当做没看见呢 令尊有什么兄长兄弟 我马上去屁叔过去 不用了 你不用负责任 我们就此别过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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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山路啊 陆华姑娘 不要跟着我 姑娘 我还不知道你姓氏名谁 家住在何处啊 我姑娘 我还不信 我还不信 我多给到了 对 還有歸心 不好 掌門師兄有危險 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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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兒 師兄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剛才入定的時候 我墜入了迷夢當中 好在 現在一切都沒事了 師兄 你看 燕生使徒生異象 剛才在夢中 唯一夢到有病有火 好 難道 是我的生死劫出現的 紫化 你命中還有一劫 閒而又閒 若不能安然渡過此劫 便會萬劫不復 岂師父明是 此劫名為生死劫 一旦遇上 便會厄運纏身 師父 此劫可有解他之法 生死劫 非災非難 而是一個人 能否化解脫此厄運 全看你自己的選擇了 師父 斷念劍可以助你一筆之力 師父的意思是 殺無射 托兒敬遵師父安排 師父 此劫來時 有何徵兆 紫化的燕生使 性之中正 到時候會發出警示 你們兩個要特別留心 師兄 你一直未曾衝破第十重天 是否與你的生死劫出事有關 你怎麼打算 聽師父的吩咐 立刻下山 大腿 好 大腿 很好 你與我可以 不会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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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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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仙 你是來找我的嗎 居然她是我的生死劍 難怪一碰到她 你是來抓她的 我的內力就會自行入室 這裡 這裡有妖怪嗎 這裡有妖怪啊 在哪兒啊 回來了 我說 你怎麼又來了 這兒方圓其百里 就這破廟能遮風擋雨 所以我在這兒等你啊 你沒看到那柴火被子 我都把你準備好了 好 在下東方玉卿 這位是 她是百子化上仙 原來是上仙 施敬施敬 你不是要上京趕考嗎 快走吧 快走吧 我不走 快走啦 這裡晃到野外的 她怎麼離開我娘子呢 快走啊 我不走 娘子 不是的不是的 我不是她娘子 是哦 那個我們還沒有正式成親 還差個長輩替我們主婚 那個上仙啊 你們倆是朋友嗎 太好了 如果上仙 可為我們兩個晚輩主婚的話 那可是三生也信了 對吧 我只負責斬妖除魔 人間的婚姻事 你找月老吧 上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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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你啊 把上仙氣走了 上仙哪有那麼小氣啊 不過娘子啊 我早就聽說白子化上仙的大名 沒想到你們還認識啊 真厲害哦 我們只不過是見了幾次面而已 不過有她在身邊 我覺得特別安全 她走了沒關係啊 還有我呢 有我呢 有你 有你我整個人都不好了 還有啊 你以後不許再叫我娘子了 你也不告訴我你真姓大名 我只能以娘子相稱了 聽好了 我叫花千谷 什麼 花千谷 花千谷 那我以後就叫你小花小谷 叫谷 我就叫你骨頭了 怎麼樣 隨便就好了 這要不是那個 就行了 就行了 骨頭 餓了吧 趕快趕快趕快 先吃點兒 不要餓著啊 我先替你把火點上 我就出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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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啊 新先生呢 看來花千谷 就是我此生的生死節 師父 我該如何是好 殺了我 師父 不是 你要知道 居然 吃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时牵绊 地面成活 爱之意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死生 分岁成梦 爱上你爱上了错 失了你失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步一来想 一步一伤心 一步一解难化作飞恶火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共你承诺 爱上你爱上了错 失了你失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逃脱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着承诺 别怪我懦弱 请不容你我 舍我护你耳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共你承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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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